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,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363集,现在是凌晨1.02分,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。 今晚美股表现不错,目前是涨的,道琼涨84点,NASDA涨101点。 昨天美股在大跌的时候,我是不是有说,我说不用太担心,这种利空消息,一天两天,顶多三天就淡化了,才过了一天,大家就不恐慌了,是不是很神奇? 但是我昨天还是被当下尾,美股在大跌,我还是看好美股,说美股大跌可以进场,我被人家念说,是不是头可坏掉? 我这种实战出来的,被人家当下尾,银行那些叫人家美股赶快逃命,叫人家进去买海外债,买投资行保单的那些人,他们被投资人叫专家,我这个是下尾,你们是听那些专家在报名牌,叫你们杀进杀出会赚钱,还是听我这个下尾在虎难才会赚钱?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,我的投资目的很简单,就是要赚钱,我觉得投资理财是一条寂寞的路,因为你找不到理念相同的人,例如我说低点可以进,别人却说要逃命,所以就不会有交集了,投资真的是要忍受孤独,我觉得我还行,我做得到,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下集再见。